防爆胎 汽车下跃强制装胎压侦测器 因国道爆胎破落轮事故 近五年来已造成两千多件事故 近千人死伤 为加强管理 交通部规定 下跃起出厂的新款小行车 得强制安装胎压侦测器 否则不得领牌 交通部也打算在明年修法 针对现在已领牌车辆 若在国道爆胎火落轮 未来将加重罚四倍 最高可罚六千元 胎温胎压牵扯到的很直接就是我们的行车安全 整颗轮胎的话最软的地方在双边 我们在行驶中气体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不稳定状态下的话气体是会乱喘 那当它受伤的时候 它气体会往受伤的地方在转 那它转出来就是我们想的爆胎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政策的话是好还是坏 当然好 现在会布置的人太少 对不对 还有些人事实上太压不足 它也上路了 我觉得这是行车必备 因为安全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动新闻台北报道